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可不是小事 失业救济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这两个数字可是不容小觑的哦 首先,上周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竟然飙升到25.8万 超出了预期的23万 这真是让人心里意紧 而且,前值还是22.5万 失业的朋友们似乎越来越多 让人不禁感到心疼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CPI9月份同比上涨了2.4% 这也超出了预期的2.3% 虽然这次涨幅比前一个月的2.5% 稍微小了一点 但环比的0.2% 却打破了预测的0.1% 这些变化让人感到 生活就像一场游戏 时而惊喜,时而失落 但我们总是要继续前行 所以,无论是失业救济 还是CPI的变化 我们都要保持警觉 关心周边的朋友 并相信总会有转机出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朋友们注意了 我有个消息 要分享 关于失业救济金的事 听起来头大事吧 可这可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根据网易的报道 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居然达到了25.8万 比大家预想的23万高了不少 这就像你在期待一个普通的生日礼物 结果拆开一看 是个超大的惊吓盒 真是让人心里一紧呢 原本的预估是23万 再看看前值是22.5万 本以为会稳住的数字 没想到就这么标了上去 就像你在排队买咖啡 前面的人点了一大堆 让你不得不多等上几分钟 心里那个不耐烦呀 想想那些拿着救济金的小伙伴们 可能昨天还在公司里 和同事们喝喝茶聊聊天 今天突然就变成了 职场流浪者 多么让人心酸呢 这就像你在打游戏时 本来是个全场 MVP 结果一不小心 就成了跑龙套的 真是让人不甘心啊 不过啊 各位 失业救济金 就像是旅途中的备用粮食 至少能让你在找新工作的时候 不至于拮据到喝溪北风 虽然不能让你发财致富 但至少能填饱肚子 比什么都没有着强很多呢 所以 虽然这个数字 让人有点揪心 但我们要相信 明天会更好 就像在黑夜中行走 看到远方的一盏明灯 心里顿时充满了希望 希望这些小伙伴们 能早日找到新工作 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聊完了失业 再来点经济话题 大家别嫌弃 保证不让你打瞌睡 这次聊的是 美国9月的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根据网易的报道 9月份的 CPI同比上涨了2.4% 哇 这可真是个不小的惊喜 原本大家预计 只是涨2.3% 结果 CPI来了个超纲发挥 真是让人有点小吃惊呢 就像期待一份普通的饭菜 结果上桌时发现 多加了个大鸡腿 心里那个乐呀 不过 前一个月的 CPI上涨了2.5% 所以这次涨幅稍微收敛了一点 像是你在减肥中 决定这周只吃一块蛋糕 虽然还是很美味 但总觉得 没有之前那样放纵 再来说说环比 9月份的 CPI环比上涨了0.2% 预估是0.1% 这差不多就像你去超市 打算买一瓶饮料 结果打折买了两瓶 心里美滋滋的 但钱包有点小心疼 其实啊 这CPI就像生活中的小波折 明明以为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的 结果总有些意外 打乱你的节奏 就像你早上准备出门 却发现忘记带手机了 那个手忙脚乱的感觉 大家都懂吧 不过呢 CPI上涨也不完全是坏事 说明经济在慢慢复苏 大家的钱包也在一点点鼓起来 虽然有时候 感觉像是在和通货膨胀 斗智斗勇 但只要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就还有机会逆转局面 所以啊 朋友们 面对这些数字 我们不如轻松面对 毕竟生活就像是场冒险游戏 有输有赢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在这场游戏里 一起走下去 继续努力吧 明天会更好 加油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失业救济人数的增加 可能只是暂时现象 经济周期本来就有波动 就像当年的经济大萧条 初期看似无望 但罗斯福新政带来了复苏 失业救济提供了必要的缓冲 让人们不至于立刻陷入经济困境 但是 25.8万人 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说明 经济环境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 难道我们要靠失业救济过活 这像是把窗口贴贴在骨折上 没质本啊 失业救济是短期止痛药 但别忘了历史上如二战后的经济重建 失业率最终回归正常 政府也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 刺激就业创造更多岗位 但我们不能总是依赖历史重演 现代经济的复杂性远超以往 科技变革可能永久性减少某些岗位 我们需要的是教育和技能培训 帮助人们适应新型经济 而不是仅仅依赖救济 当然 长期来看 科技进步确实要求劳动力适应 比如20世纪的工业革命 许多人也曾面临类似挑战 但最终经济吸收了这些变化 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教育改革和技能提升 以此增强经济的弹性 同意教育改革是关键 但政策执行需要时间 不能等闲适之 眼下失业人数增加 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先兆 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 不让经济形势进一步各化 眼看着购物车里的零食越堆越高 总要有人负责结账吧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一旺